我爱养子荧光加黑加粗置顶 怎么讲 我的女孩我来疼 我感觉很像那个霸道总裁爱上 对于如今31岁的肖战来说 当他还是普通人时候 像35岁结婚生子的愿望 看来现在又得是搁置起来了 如今作为那一最炙手可热的顶流 肖战的所作所为都势必会引起一阵热议 所以现在的他也不会像从前那般自由自在 像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房间里 特别是经历了数次事件 原本陈情令的爆红对于他来说 就已然达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可爆红随之而来的全网跟风黑 让这个当初快踏入30岁的肖战 算是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个坎有多难跨 不过好在他还是坚持了过来 而细数当时力挺他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大多数都是沉默害怕萤火烧身 而杨子却是一个例外 虽然两人仅合作了余生 但是杨子依旧不计后果的 在台上为他加油打气 对于肖战来说这样的女孩 在圈中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次杨子读肖战顾未写给杨子林之孝的剧本情书 《我的女孩只能我来疼》 可谓是让杨子都羞红了脸 直呼是霸道总裁的类型 看来如今小猴子的追星成功的愿望即将实现 也是少不了战哥的帮忙 曾经杨子就提到故很喜欢贾玲 然而在2020年的微博之夜上 战哥和姊妹同坐在一排一整晚 贾玲还和老朋友肖战打了招呼 坐在一旁的姊妹也是成功的 有了第一次的互动 而如今杨子不但和贾玲成为了朋友 据网友爆料还受邀请客串 贾玲的新电影《热辣滚烫》 今日也是抵达广州 准备禁足也是很期待姊妹出演喜剧电影了 杨子作为如今当红的90后小花 其实一直也不局限于一种风格 喜欢突破自我和挑战自我 此次出演贾玲的新片 不知道两人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毕竟自从长相思杀青之后 很多人也特别关注杨子 但下一部戏是怎样的 而肖战也是在老家重庆拍摄焦羊 曾经的余生夫妇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虽然没有同框 但是依旧让粉丝们感到惊喜 那么看完这些 你会期待肖战杨子的新剧吗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